脊椎或者是尾骨痛 网上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在YouTube上随便搜索一下 就可以找到很多 特别是这一位苦行老师 教您如何扳回无痛人生 这个视频呢 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几个简单的动作 这是他的两个主要的动作 我们再看 其他的节目 也有对他的另外一些动作有所引用 这是一个动作 再有不少人 因为坐姿不良 又喜欢翘脚 很容易造成脊椎弯曲 很多的毛病也因此都跟着来了 最近在网络上热传了一种 简易的DIY脊椎矫正法 透过简单的滚背动作 你在家里轻松的 就可以自我调整脊椎了 那么这是 也是苦行老师的滚背疗法 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滚背 但是在这里面上有什么意思 我也要帮助你 并且要帮助你 我说试乖 你不要有点 我现在要帮助你 就能帮助你 好 最后的这种呢 是我特别喜欢的 好了 关于网上的这些方法呢 大家还可以自己去找一找 那么我们 下面呢 还要给大家说 使用大卫咒的送池 也是可以治疗 味追疼痛的 那么 我下面还要复习一些 我自己送池大卫咒 用来对治 味追疼痛 味追受伤的一些片段 大卫咒 用来对治 味追疼痛 简直是立竿见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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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